這裡面是三十小八 執行處人員突擊茶葉公司 當場清點數量 店裡頭還有庫房裡的茶葉 總共六百斤 都要加以茶蔻 因為負責人理性父子 十年來積欠的營業稅 與勞健保等費用 高達一百六十一萬 生理那不賺錢 日本 韓國 還是美國 還是大陸一賣 負責人抱怨連連 說是進來生意不好 要求分歧繳納 但執行官強力拒絕 因為負責量從一百零一年 到一百一十年間 基欠ETC過路費兩百八十件 十二萬元 另外還有勞保費八十七萬 健保費二十萬 以及近四十二萬元的營業稅 總計四百六十五件 一百六十一萬元 遭到吹繳 只陸續繳了二十一萬多 還差一百四十萬未繳 他第一年來經營茶葉生意 生意都不錯 甚至他有開網路直播 他又不遵照期間來繳納分歧的費用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採取這種強制作為 業者說生意不好早就沒做直播了 但父子倆記錄不佳 執行官不准他們再次分歧繳納的請求 要父子倆在下次聯合拍賣前 繳清所有積欠的款項 否則將強制拍賣 查扣的六百斤茶葉 TVBS新聞紀健亨 嘉義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